會影響這個蛋白的打發 所以這樣準備兩個 那我今天是用玻璃盆 是因為讓你們可以盤得到 然後呢開始來用一個手打的打蛋器 你這個打蛋器稍微買有一點點硬度的 不要太軟 這個很便利 Tikano 不是Tikano Tik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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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用的 39塊 好 各位 我之前買的都一百多塊 這個39塊 超好用的 好 一樣 這個五顆蛋黃 把它打散 很輕鬆 然後呢 叫什麼 橄欖油 就用我們 這個有機的 我今天這個部分全都是有機的 有機的蛋 橄欖油 一樣慢慢把它 倒下去 因為蛋有軟離子 那蛋白是水 水跟油 不會相融 但是有蛋黃 有軟離子 它就會怎樣 它就會融在一起 那我們把它打到 稍微乳化的現象就好了 那我今天特定請我們的陳大哥 哇 很感謝他有沒有 因為我教了那麼多年 每個人都說要跟我學 要跟我學有沒有 只有陳大哥最認真 那陳大哥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還有一點點背景相同 因為我們兩個 陳大哥是警察已經退休了 那我以前是當警察 後來轉銷吧 所以陳大哥也是很認真的在學習 好 來打得差不多了 好 來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沒關係你們站起來看沒關係 打到乳化就好了 乳化就是你不會感覺到 它那個油跟水是分離的 我就稍微這樣拌在一起就好了 那也不這個蛋黃這邊不用同方向 你不用你可以打力字型這樣 喔 力啊 英文的力量就隨便 喔 這樣打 或個打圈圈 打圈圈就好了 好 我們的有機豆漿一樣 90 好的 也一樣把它打得很好 那做蛋糕很簡單 就像音樂一樣 音樂是斗雷瓦斯拉西東七個音 然後創造了全世界各式各樣的音樂 喔 有搖滾的啊 酥芹的啊 然後感人的啊 什麼樣 但是我們蛋糕也是一樣很簡單 它就是麵粉 雞蛋 奶油 還有什麼 糖 四樣 喔 創造了 最主要就是四樣 然後創造了無數各式各樣的做法的店 蛋糕 然後最多就可以加一些核桃啊 喔 果乾啊 這些加進去 我所創造不一樣的 好 這個 有機草品黑芽 不用過篩 因為它很粗 也過不了篩 也過不了篩 各位要很珍惜喔 今天這個是我第一次公布配方 哇 陳大哥跟我那麼近也沒有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 我當初做的時候 我全都不是用 除了這個有機的以外 我其他都不是 因為我就想吃看看而已啊 那我第一次做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高度沒有起來 可是他們就說很好吃 我真的還假的 看多好餵 好不好 然後第二次呢 金芬姐因為要 要那個 不許這個夥伴喔 然後就要 請我幫他做一個 那個時候真是累 因為是從年貴回來 回來已經快12點了 我凌晨12點開始做法 然後我們家有個內賊 你知道嗎 我穿的 不是很得體有沒有 他竟然在我後面拍照 還亂傳 然後 這樣把他光光 欸 弄得差不多以後 就可以了 那後來我覺得 因為他是有機的吧 然後就好 那我就找 找有機的東西 後來我就把 黑糖也是用有機的 因為我本來是 因為一般人打都是用白糖嘛 因為比較好打 他二砂顆粒比較粗 我本來用二砂 後來我想說 到底可不可以用黑糖 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用黑糖打過 他說 發覺 那Google一下發覺 可以的勒 後來我 那個 第二次做的時候 我第二次做的時候 是用白糖 他做起來高度就像這樣 很漂亮 然後拿去給老師吃 老師說 他老師吃過 全世界三針海味 他也說這個草皮可以啊 超厲害的有沒有 哈哈 所以有一點點小小成就感 來 做蛋 做蛋糕 最重要的蛋白會打發 齁 你就很厲害了 相信我 對 我做的蛋糕 只有最大的部分就是蛋白打發 還有半圓 然後其他我教的 我現在在屏東每個月會教一次 我已經教了五六個月了 他們還沒用過這個打蛋器 因為我全都是用一個 手打的 然後一個鋼盆 一個刮刀 三樣東西 他們已經做了六樣的蛋糕 因為我盡量 器材越簡單 然後食材越簡單 因為你要買這些東西有沒有 會越來越 好 來 蛋白不能有水不能有油 你的打蛋器先放進去 前面呢 你用那個高速打十五秒 十五秒 好 我這個有四塊素的 看得到 我看不到可以站起來 可以看不到可以站起來 好 大概十五秒 第一個 是不是他的胖胖很大 對 這個叫魚眼睛 加三分之一的糖 我可不可以用那個 我的那個 欸 給我一個叉子好不好 好 不用 這個 這個黑糖 有點結塊 我把它縮一下 好 因為糖最好是 細一點 比較好 你幫我戳一下好了 我來講 好 打了以後 待會呢 再 加三分之一糖下去以後 你繼續打 打了時候 大概打一分半 他的泡泡就會變 細細的 然後有一點點紋路 加第二次糖 然後繼續高速打 打到有紋路的時候 你就降到 大概一速二速 來檢視你的蛋白 OK 喔 可以了 好 我加三分之一的糖 好 一樣先放進去 我這個打蛋器也是剛買的喔 還在市民當中 今天第二次在打蛋吧 好 那我跟我說我做蛋白喔 就是早吃起瓜以後 那那時候小 多少還小 我就發揮父愛 你知道嗎 為了他就是兩個小鬼 就開始做了各式各樣的點心 好 每次做完 他們就是我最好的小白老鼠 然後吃到現在有沒有 我的兒子已經說膩了 但是我女兒很通常喔 他會吃一點點 然後說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就會講出口感啊 或怎麼樣 然後就是我調整的方向 所以各位 很多人說 你怎麼會做 你為什麼都不會怕 我說吃一點點 我說問你口感怎麼樣 他說太單啊 太濕啊 我普通啊 喔 然後我就回去調整 好 那我想 喔 透過分配真的是 喔 真的是很開心很乖 因為當你把點心交給別人 喔 然後別人呢 再做給他周遭的朋友去吃 然後回饋回來的 那個感想 我覺得很棒喔 最近我一個那個阿姨 喔 她也跟我學了 有常學喔 然後前陣子我做了那個 欸 無麵粉的起司蛋糕 喔 喔 然後她就回去 第一次做 然後她就 她就有點小失望有沒有 好像沒 沒成功 然後說再做一次啊 然後就做 第二次 欸就比較好 好一點了 喔 雖然旁邊有一點點 那個消掉 都沒關係 第三次做 哇 超成功的 我就覺得喔 很漂亮啊 然後她就 後來給她的 吃吃吃 她吃吃說 超好吃的 比新制合的還好吃 我說喔 我這麼厲害嗎 好 這樣我剛才到第二次的時候 那紋度是比較深的 好 你就可以 現在第三次的法 最後一次的法 那這個 鋼盆呢 要選有弧度的 喔 有點弧度的 大小至中 大概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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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就大概是 看起來要24262830 看你喜歡的大小 就鋼盆 台南有一家烘焙店 賣的東西很便宜 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東迷路 烘焙熱風堂 喔 你可以去那邊喔 那邊我們說 喔 有溫度的時候 我們稍微檢視一下蛋白 這樣是不是還不行 有沒有 比較下水 我們要打到稍微有一點點 像銀嘴這樣子 喔 那有的會打到比較平 就平的啊 喔 看你想吃人還好 那這個他是同一方向喔 喔 他是同一方向 喔 你可以 最後呢 你可以來用一個 喔 一酥或二酥 慢慢把它收尾 喔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剛才說大泡泡 然後慢慢就把它 速度變慢 慢慢把它變成什麼 小泡泡這樣子 好 好 我最近在 以前我在 我最近 剛我以前 我最近在做馬分蛋糕 喔 各式各樣的 藍莓啊 草莓啊 草莓啊 它那個更簡單 就兩種東西 兩個鍋子一樣 放在一起 就好了 那因為以前做馬分蛋糕 我覺得不好吃 喔 有點像貴有沒有 沒有 因為馬分蛋糕 在台灣叫蛋糕 可是在美國 它是叫做 快速麵包 它是屬於麵包類的 不是在蛋糕類的 喔 所以 但是我們 喔 還有我再快一點好了 喔 還不習慣他的那個 好 像這樣 有沒有 然後 你的港粉這邊有兩個 有沒有 這邊 也是兩個 稍微像這樣 尖尖的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好 好 然後接下來 那個做蛋糕 最終的第二個階段 因為這兩個密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能一次倒下去 你倒下去以後 它這個 它這個蛋白會 因為我們是靠這個蛋白消 那個來撐起來的吧 那你如果搭下去它會慢很久 它就會消泡 好 所以我們先 挖兩匙 過來 有沒有 柔軟 好 來跟它混合 把它這邊的密度 好 把它降下來 好 好 那它其實這個做法就是那個 戚風蛋糕的做法 那只是我在網上看人家的食物 然後稍微去修正一下 因為 傳統的低筋麵粉跟那個中筋麵粉 它是有鋪平的 就是很容易 有的人是不是很容易什麼 會過敏 常會過敏 好 好 再把這個混過去 好 這個時候就熱鍋 用我們的煎炸鍋 然後用我們的 喝爛鍋的拱蓋 因為它的高度要夠 好 來最重要的混飯 好 混飯就是這樣 中間這樣切 看一次喔 切 然後轉你的那個鋼盆 然後刮旁邊 輕輕的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在那邊這樣這樣這樣 你喔 不如打起來的那個泡泡 就消掉了 就消掉了 好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一直 你不用緊張 它就會慢慢的混合 這樣 在一起 我很多人怕這樣一直混 有的人怕說 混太久 消泡 然後又混不均勻 還有的是怕說 混不均勻 都一直 一直那個什麼 一直拌 它就會消泡 喔 你就輕輕握握的 喔 待會呢 烤的時候呢 會聞到它的 糙米的香味 中間 中間 喔 所以呢 第一個打蛋白最重要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拌勻的刮盆 喔 就是切 然後 喔 這樣子 喔 你也不用激壓下去 你也可以拿下來這樣子 好了 差不多了 這樣很簡單 就兩盆 這個是今天比較難一點的 準備一個 8吋的分離膜 放好 放對邊喔 不要放錯了 放對邊 好 不用塗油 不用放烤盤子 喔 來 你這個做氣氛蛋糕 大部分成功的麵糊 它 放上 倒下去會像 提田這樣 一層一層一層 喔 這樣子 就表示 你就會成功了 那如果是水水的 就是你的 你的 看到焦焦的味道 是不是火太大 是不是火太大 用小火炬就好了 來喔 倒下去 它是不是有一層一層的 前面的比較拍得到 它就會有一層一層 它實度不太大 不是 你放在中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就可以了 就是波音鋼的比較重 不然你就放後面 然後讓他看那個 好 這個是今天最難的喔 待會你們要看到最簡單的 OK OK 好了 好 那這時候呢 稍微把它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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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子還好 好 讓它的那個 氣泡 出來 好 那我們鍋子 熱鍋以後 裡面不用放水 好 然後直接放進去 好 大概是30分鐘 好 那大概25分鐘 你可以稍微 打開來看一點點 打開來看一點 不要 不要全部打開來看喔 因為蛋糕 你好不容易膨起來了 你突然打開 那個熱脹冷縮嘛 冷的時候 它上面接觸冷風氣 它會瞬間就 消下去了 所以你的 有人做的蛋糕 為什麼 不會 沒那麼膨 可能就 我常常在那邊頭看 要不然就我講的 它蛋白沒有打了 第三個 蛋白跟這個 蛋黃糊這邊混的時候 沒有很均勻 沒有混好 好 沒關係 你這幫我拿去洗一下 我要做最簡單的那個 橡膠 橡膠蛋糕 那這個鍋子很棒喔 它煎煮炒雜 悶燉烤都可以 而且它可以很多的 撐點主食的方式 它不是只有來做蛋糕 但是它做點 做那個什麼 中式料理 中式料理 我們陳大哥 我們愛家姐 我們後面的老師 都很厲害的 那我中式的沒那麼強 有沒有 因為我就一直專業在這個 西式的封焙點心 你摸起來 還好 有點燙的時候 好 那我們的火大概就是中小火 不要太小 好 好 那我們給它放進去 好了 好 把它放進去 現在是 2.20 2.50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會放一個格勒板 我們奉備點心的時候 如果是建炸鍋 盡量放一個格勒板 因為讓它的溫度可以均勻以外 也不要那麼熱 因為烤箱 烤箱有一個好處 它轉180度就是180度 但是我們這個全都是靠著我們的 就經驗值慢慢累積出來的 但是這個用鍋子烤的好處就是 有時候每個人的火候不一樣 家裡的環境不一樣 那你的瓦斯爐的熱度也不一樣 會有一點點差別 但是沒關係 手做的就是 手做的就是這樣 有方便 會讓你樂趣大於成果 樂趣會大於成果 沒有啊 用大的 大的沒關係 那個箱子 乾了吧 好 有沒有 有沒有疑問 不用那個啊 用這個啊 有沒有疑問 這麼冷靜 是嚇到太難了嗎 然後咧 沒關係 我們來做第二個 很簡單的 待會你們會實際操作 而且每個人 剛好可以帶一個回家 好 可以帶一個回家 好 我是不是要自己吃好做的 好 沒關係 待會我們有那個 有那個什麼 大家 想要更了解我們會後 我們大家在互相來切說 好 然後香蕉 額頭杯子蛋糕 那這個杯子蛋糕咧 欸 香蕉蛋糕有很多很多 我做過很多種做法 有分蛋的啊 全蛋的啊 放蛋糕啊 齊風蛋糕啊 但是我覺得這個最適合 新的第一次做 因為乘風率幾乎是百分之八 喔 幾乎是百分之八 而且封起來 哇 那個蛋糕很漂亮 很漂亮 首先咧 最重要的第一個香蕉 香蕉 然後各位你買回來就是 放著然後有斑點 齁有那個斑點 不用太多有就好了 齁 如果你放 那個斑點很多 會你的那個什麼 甜度會有印象 因為香蕉也有甜度嘛 好 那你就是 等它有外皮有一點點 那個斑點的時候 把它 拿一個假鏈袋 乘重350克 齁 然後放到冷凍櫃 齁 要做 讓它冷凍 然後要做的時候 大概提前兩個小時 齁 今天比較趕喔 沒那麼快 兩個小時拿出來 第一個讓它退冰 讓它解凍 為什麼要這樣做 齁 因為 它在解凍的 你冰的時候 它解凍 是不是有這個 對 這個就是它的 焦化出來的糖水 齁 你不要倒掉喔 齁 它那個就是 它為什麼要這樣子做的 這個關鍵齁 因為這樣的香蕉 它的 吃 你聞起來 那個香蕉的香濃度 會更怎樣 更濃 齁 這個是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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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一樣 把它打 成泥狀 全程就是